大家好 我是500万好久不见 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 所以我们都没有到户外去拍摄那个剪石头的视频了 因为海南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但我都脏了好几个痘 挤了挤破了鼻子 那我们现在就拍摄一个我们切石头的视频 大家看到这块石头是一个木玩机的断口料 它现在的重量是3.42千克 就是3.4公斤 差不多换成4斤差不多6.8斤 差不多7斤的一个木玩机给水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表现的皮革特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木玩机石头它的石型 它石型也不算规整 但是也还比较比其他的石头要好一点 只是这个皮革 这个皮表面有一点油性 但是很像人家涂上的一个油性 这个是一个断口料 而且还断口这个地方开的窗 我们打灯看一下开窗的表现 这断口料开窗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就皮革这里有一点好的表现 整个石头的话 表现好的在这个地方 先我们打灯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表现 可以看到有一点 种水有一点水头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上机切 看一下到底里面到底会不会有清洗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石头 然后这个油贴金上面切 看一下我们粘着这里 来一刀看一下里面的料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油贴金 我们现在把这个石头切了 这个石头我们刚刚是切出来了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石头的表现 这个地方是有表现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断口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表现 有绿 而且而且看得起来很干净 看得总是还不错 就是水头可能有点短 然后我们切开 我们切开我们看一下里面 这边是发灰的 这边是发灰的 里面是发灰的 然后我们打灯看一下 切开的表现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打灯也是有绿的 打灯出来也是很漂亮 但是里面已经全部都是 灰的 全部都是灰的 所以这个座件出来的东西 绝对是 抵不过工钱的 所以这个石头 算是一个切垮的石头 那我们今天的石头的分析 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继续切石头来分析 谢谢大家